各位好 我是冰子 自由作为雅金独威战役的功臣 在后续种命里依然继续战斗 但同样有着活跃表现的决斗和暴风 却就此消失踪影 不过在CE75年 世界再次大乱时 他俩再次出现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升级暴改之后的决斗 决斗训练高达 决斗训练高达 编号ZGMF-1027M 高17.05米 重71.08吨 登场于巨长版种子 驾驶员为伊扎克92 现任Planet参谋本部军官 虽然是白衣 但为了方便参与罗盘行动 还是给到了忠孝军先 驾驶决斗训雷 平顶札夫德基金派 国防委员长加甘托纳以防叛乱 作为最硕武技 如果是原汁原味的决斗 那肯定是要被按在地上摩擦 为了跟上CE75年的版本 不论是内部还是装备 实际都进行了大幅升级 本体看起来虽然没什么变化 但是内部从电池更换为核能 能源供给得到完全保证 也是在后期与流星号对决后 保证高出力 同时系统也进行升级 驾驶舱也更换为 炸骨勇士同款驾驶舱 而且和本体一样 决斗施装也有进行升级 整体的设计运动思路没变 双肩武器 胸甲裙甲增加防御 腿部追加装甲同时增加喷口 双肩装甲非常做大 是内部收纳有各种武器 尾部还设置推进器的装甲装备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改机的重量 相比旧型试装决斗的 103.47吨 轻量化了非常多 直接减负到了71.08吨 整体轮廓 从之前偏方型装甲 也变得更加锐利 武器有一把 175毫米榴弹发射器装备 57毫米高能光幕枪 这个算是决斗标配 而且和本体一样 决斗试装武器也有剩计 内部收纳有 伟值斩断光路军刀 自主制导中程空对空导弹 托伦斯 MA-M1600D2高能光束炮 该武装也可以握持在手上使用 不过说是光束炮 但表现上却更坚定词贵炮 不清楚是不是增加新技术 左右两臂武装继承的迅雷 分别是超高速运动体观装弹 骑兵标签2 具备极高穿透力 但是从迅雷的三连装改成二连装 同时还有手持用法 呃 总觉得好像在这儿见过 左臂为弗朗索2转庄猫 功能造型上与前代大致相同 作为有限日混尖猫 为不自带推行器 前端则可以打开抓取目标 而且该机的装甲轮廓也变得更加尖锐 是一台虽然是决斗爆压版 但各方面都会让人联想到训练的机体 不过作为一台老A机 原本就没打算再让它参与实战 伊扎克也根本不知道 决斗居然还保存下来 是艾琳卡拿巴和艾萨利亚九尔为中心的一派 再以尤里·阿玛菲来主导 对原本就要被废弃的决斗 进行了大幅改修而来的实验用机体 不过在CE75年 作为基金派 对于自然人抱有强烈恨意的 国防委员长加甘托纳一派叛变 联合凡戴森将Pland中枢控制 随后他们用正文曲 将欧亚联邦首都莫斯科化为灰烬 为了阻止这种疯狂行为 伊扎克和迪亚哥驾驶久违的艾基 决斗训练和暴风闪电 再加装流星号物出战 并用强大火力保护了澳部联合舰队 而且随着拉克斯的精英演讲 Pland总部重一掌握局势 叛军的大事也随之而去 虽然伊扎克积极劝强 可加甘托纳依旧不死心 带着自己的战舰向迁禧年号冲去 他依旧坚信唯有消灭压制自然人 才能实现理想和平世界 但迪亚哥和伊扎克不会给他这种机会 暴风闪电以导弹和光束 将战舰引擎击破 决斗迅雷则发射齐兵飘枪将剑锹贯穿 战舰从原本轮远偏移 于千禧年号擦肩而过后爆炸 作为扎夫斯的一员 伊扎克不是不明白加甘托纳的枪法 但一路走来他非常明白 如此循环往复 拉斯提 尼高尔等无数人的鲜血只会白流 仇恨和死亡相无勾连 人类最后只会堕入万劫不复深渊 为了战友 为了人类 为了世界 伊扎克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必须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斩断这不幸连锁 我是小小明子 感谢大家支持这个收看 喜欢本期视频也欢迎订阅我频道 对模型有兴趣也可以来小店看一看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